在VB或VBA里面 它有一个固定的用法 就是说 如果你要在这么长的字 它实际上是一个字串 如果你要换行的话 记得就是说 你记得可以找什么 找那个这个I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找那个end end前后 一般是找后面 end其中一个end end特别注意是 最好是找那个跟I有关的 不要找里面 里面这个I跟外面不同 那个是里面的 要找外面的 就是我们后来加的这个串接符号 那这个end 假设我今天像这个I 第二个I 这个end符号 一般是这样 习惯是后面这一个 你可以在这个后面 再加上一个什么底线 也就是说 将来如果说你遇到 你的公式特别长的时候 你可以在串接符号的后面 当然不一定是串接符号 只要是自串尾巴 OK 不过一般习惯是找串接符号 空白 它如果已经有空白 你就不用空白 空白加底线 记得是空白加一个底线 关键应该是这个底线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enter 换行 它就会把 后面这一行 跟上面这一行 当成是同一行 但是如果你没有加这个 而且加的位置不对的话 它就不会把它当同一行 OK 这个是一个规则 如果你把它移开 你会发现 不会像刚刚一样 有发生错误 OK 所以基本上 大部分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字串 习惯是在第二个M的符号 空白加上一个底线 这样就OK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成 那当然你也可以再额外再加个清楚 反正这个方式的话 就是让你将来 如果已经做好的公式 不论是公式长或短 反正你要把这个公式 动态的放在某一个范围里面的话 那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取代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还有几个 比较长 那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这个综合练习题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可以快速的向下 向右 一气呵成 把那个比如说2015年 那你可以改了 改比如2016 207都可以 的年历 做一次性的 向下向右 自动帮你全部完成的话 要怎么做 OK 这个我想可以想 也是牵涉到日期的 这个 这个 就是计算 增加一天嘛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这个年历做完之后 我的礼拜六跟礼拜天 要给不同的底色跟颜色 因为如果全部颜色都一样 那这样没办法分辨 礼拜六礼拜天嘛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 怎么去做了 这个地方可能 当然做法不外乎就是用 下个公式 再不然的话呢 不过我在云端上有放了 就是可以加个按钮 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跟你要一个哪一年 自动帮你把这些全部做完 不过这个难度应该是 蛮难 我看一下我好像在云端上已经有把这个公式 把这个程式放上去了 不过这个后面都有 格式化 大概就是年历这边 年历 也就是说这一段程式码 你把它放上去 它会自动帮你完全从头到尾 自动帮你做出年历出来 等一下可以demo给各位看 这个每一行都我自己写的 所以比较会有感觉 OK 不是用复制贴上的 那至于怎么做的 也许等一下我们再来做说明 按部就班来看 好 那再来的话有关Edate函数 Edate Edate函数 那这个Edate函数呢 主要是做什么用途 来看一下 下一个函数 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函数 Edate函数 不过再别注意 Edate函数呢 在2003以前的 以前的版本 是在争议集里面的 你必须把争议集里面的那个 什么叫分析工具箱打勾 你的Edate函数才会较劲 因为它是外挂的 但是在2007以后呢 它已经帮你把那个Edate函数呢 就直接纳进来了 OK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需要算的是奥运这一天 比如说我今天奥运当天好了 其实这个有点多余 OK 等于这一天打勾好了 把这个日期带过来 那奥运的前后三个月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主要就是去算那个月份的 当然不是算日几天 而是算月 前后三个月是哪一天 那如果说你要去做那个月份的计算 通常蛮麻烦的 需要用到YMD函数 跟一个叫Date函数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插入函数里面 第一个需要用到Date函数 那Date函数后面需要加 Year Month Day按确定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做什么呢 奥运后三个月 就三个月之后的话 标准做法是这样 第一个先Date 第二个的话呢 要去抓奥运当天的年 奥运当天的年 那你不能说直接给他这样 给他这样子 他会整个日期过来 但是我只要年 特别之后你必须要加一个什么 加个义儿 也就是义儿函数刮斧之后的话 他会帮你取得什么 2016 OK 那同理可证 然后他下来就是什么 month 所以这个真的蛮麻烦的 如果你要取得什么呢 这个日期的月 这个日期的奥运当天的日 都要自己打上去 那可是我要后三个月的话 请你在这边做计算 那Date函数他可以 你先用YMD做完之后 再加3 这个时候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出来了 那你按确定 他就会自动后三个月 那前三个月怎么做呢 一样把它复制一下 因为如果再做一次 真的有麻烦 所以直接复制贴上比较快了 那再把这边加改成减就好了 减三个月 打勾就可以了 5月 但是有可能一种状况 之前有同学问到说 老师那如果说加 我不只加三个月啊 我加30个月 那这个时候会变成38个月 有这个38个月 没有一年才12个月啊 不过以色列不是 他以色列应该也都知道了 所以他怎么样 如果超过12个月 超过每12个月 他就帮你换算一年 所以30个月之后的话 他会自动帮你加看几年 整除12之后留下就是剩下的月份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标准的计算 必须要用 Date 再加上 Ear Mence Date 哇 三个函数 所以我讲过 如果说你用标准做法 这个会很累人的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啊 当然Excel他就知道说这个赛太麻烦 于似乎他就在 我们在旁边啊 于似乎呢 插入函数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E-Day E-Day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啊 刚刚那个问题 E-Day非常简单 Star Day 这个日期 三个月之后输入3 按个确定 答案就出来了 可是问题啊 他回来的东西 会是一个数字 没关系 怎么 以后你看到数字不用惊恐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 一个日期本来就是一个数字 只是插了一个格式嘛 所以你把格式加上去 那不就OK了吗 所以E-Day的Returned回来 他也许会返还给你的是一个数字 那你再把格式加上去就好啦 这样子应该会比这样子来的简单 有没有 OK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E-Day部分的话 他主要就是 可以帮你简化那个 就是月份的计算的那个复杂度 所以负商 那就做啦 但是格式可能 他没有做得很完善 就是他论回来只是一个值一个数字 所以你还是必须怎么样 自己再加上格式啦 比起来应该也是简单啦 好 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 如果将来呢 当然有计算那个 几个月之后有E-Day 但是呢如果是几周之后呢 比如说你算周 那你周的话是七天 那可是问题啊 有没有一个E-Day什么 E-Week还是什么的 不过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OK 里面有没有E-Week还是什么 或者还有同学说 我常用到几季之后 一季三个月 有没有 几季 有没有 好像也没有 有没有几季啊 好像也没有 那有没有什么 几年之后应该比较简单啦 几年 不过几年还是要用一额再去加钱 所以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函数 有点类似像E-Day函数这么好用 就是你给它一个日期 然后如果你今天要换算的是那个 几周几季啊 这种东西的话 那怎么办 当然我讲过啦 如果没有的话啊 你可以自己把它变出来 好 啊这怎么变啊 这个我在云端上我看一下 好像已经有写好了 就是这边的话啊 有那个制定函数 就是几年 几季 几周 这个其实可以制定出来 那因为在那个VBA里面啊 有一个叫Day Add函数 这个Day Add函数还蛮好用的 因为这个Day Add函数的话啊 它可以去帮你快速的换算 就是那个 比如说年的话 它的参数是YYY 四个Y 然后几季它可以 几周它也可以 甚至哦 底下还有什么 我们常常会遇到像时间的部分 好这个也是额外 因为同学在计算时间也快疯掉了 因为时间太麻烦了 每次要计算那个时间啊 都要也是用Tine函数啦 一样的道理 Tine函数 那会有三个函数要包 就是hour mini second 那你要把那个一个时间 再这样包包包 然后再去做计算 那如果我说你有那种可以 一个时间 几个小时之后 那这样都方便 几分钟之后 几秒钟之后 那这边已经有写好了 怎么做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几年 这个 先了解Day 等一下再来看后续的话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所以当然如果内部没有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那你可能就是要想一些方法了 把它变出来 如果可以变出来 那对于你的工作效率提高上面 就会有显著的帮助 甚至最好是完全 match你的工作 因为那个工作 你可能要做很多事情 那以后的话呢 他就直接帮你return 一个结果 自动帮你放在那个储存格里面 以后你向下填满全部都解决了 好 那这样会是更好的 不过前提当然你必须要自己稍微还是要懂一点VBA 如果可以自己可以把它做出来的话 那当然应该是最好的 那这边因为e day函数 他只能够计算月份的部分 不过已经够方便了 但是可能你的工作里面会遇到几周之后 几季之后 几年之后 那种其他的 当然几天之后比较简单 因为天我讲过了 你加个几天就可以了 所以几天这个可以不用跳过 那还有时间部分 时间还有几个小时 十分秒 这些我想都可以用 那等一下来看这个部分